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得消息 如果你有信息的话 你也可以加入 太好了 那么你也有贴血 记得通知我啊 一定 一定 好消息 投资六合台的计划已经开始接受投资了 你用二十万港币做本钱 奖金可以呢一千万以上 二十万 太多了吧 十万可以吗 哎呀 这个是大包啊 十万必有肉之以 但是 我没有这么多现金呢 好吧 亲爱的 为了表示我一直对你的爱 我也帮你先付十万块港币 当你一乐钱 再慢慢还给我吧 哦 亲爱的 太好了 我现在立刻会十万到你的户头吧 喂 喂 请问是何小林小姐吗 哦 我是啊 我是香港年轻工厨调查员 我们拘捕了一位麻烦工作的王先生 这个话 我们怀疑他回到上市 换你种小片子 但是他变清 他十万块是借给你何小姐的 真的是他借给我的 如果拿十万块真的是他借给你的 你要马上还给他 以稀清白 啊 好好好好 我马上把十万块钱还给他 但他希望你可以帮忙抓去保湿 保湿金是二十万 好吧 因为是建议我而起 呃 那我就立刻将那个保湿金会来 但是呢 麻烦你们啊 千万不要为难他 请放心好了 老板 卖大 老板 新秩座 ing 新秩座 新秩座 先生您好 我们是香港建卫里严公司打来的 我们正在宣传一个 邮轮环游世界的旅游计划 有一个举奖的抽奖环节 投奖的奖金高达港币五百万元 我哪里有钱去环游世界呀 你不用付出任何费用 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节目 你决定了就在网页登记就行了 陈诚先生 我是建委旅游公司的皮塔呀 你中了二等奖 真的吗 奖金是港币一百万 一百万 我真的中了一百万 喂 陈先生 我是皮塔 汇集部的同学说 你还没有付清税款 不是全部都付了吗 你先前付的一万元是给银行的手续费 可是香港的法律规定 要是中奖或是香港人 你需预先交百分之五 就是五万元特别税给用 才会批准奖金回处的 那可以在款项里扣除就好了 真对不起呀 因为奖金是一张支票全数发出的 那怎么办 那一百万马上就到手了 你就先付那一点点的税金吧 怎么都还没有进来 很奇怪 喂 这位女先生吗 我找Peter Ho 你是陈先生吗 我们就是要找你啊 Peter跟你一百万奖金都不见啊 蛤 怎么会这样子呢 案件现在有联资雇处标查 他们怀疑你会陆Peter 骗取奖金 他们会找你协助调查呀 蛤 联资雇处找我 喂 我们是香港廉政公署 是 有关建威旅游公司奖金辩案 我们怀疑你有份参与 需要向你做出调查 不是 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案件已经由我们廉政公署处理了 你就等我们消息 不用去报警了 知道吗 知道 看过以上的两个故事 大家知道片图行骗的方法真是层出不穷 甚至利用市民对廉政公署的信任 假冒联署人员行骗 在我身旁的是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 卢静荣先生 卢主任你好 你好 可否跟我们谈一谈这些骗案的特点呢 当然可以了 事实上 以上两个故事只是 联署处理过的个案中其中两个例子 在有关案件中 我们发现一些共通点 第一 骗图在犯案过程中会 冒冒联署人员 或者 假称当中牵涉的抽奖 博彩或投机项目 是与联署合办或征受联署调查 第二 受害人是在网上认识骗图 当中包括交友网站 第三 受害人与骗图从未见面 只是在网上接触或与电话联络 那可否详细地谈一谈 骗图的手法是怎么样的 骗图的惯常手法 是在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后 以朋友身份 由说受害人参与一些抽奖 博彩或投机计划 要求受害人 支付款项到某些银行户口 当受害人支付款项后 骗图会冒充联署人员 接触受害人声称有关抽奖 博彩或投机项目是非法的 或正受联署调查 过程中也可能会假称联署已拘捕了他们的朋友 然后骗图会再以各种借口 要求受害人 支付更多的款项 情况就好像已像两个故事中所说的 那还有没有其他手法 最近我们也发现 骗图一开始接触受害人 便冒充联署人员 当得到受害人信任后 便假称联署经写办某些国财活动 或需要金钱去打击一些非法活动 但这些都是骗图 用于骗取受害人金钱的假话 卢主任 您之前提到交友网站 可以就这一方面解释一下吗 在一些案件中 骗图在交友网站认识受害人 而受害人一般都是女性 骗图会花时间在网上与受害人接触 甚至假意追求受害人 在过程中 会经网上向受害人 传送一些虚假的个人资料 联络电话、交片 甚至香港身份证副本 或联署委任证副本 以博取信任 当取得信任后 便用以上提及的手法 去骗取受害人金钱 那片段当中 贸认是联署人员的骗图 他们要求当事人提交保释金 实际办案的时候 会有这个情况吗? 联署人员绝对不会 带被拘捕的涉案人士 与他们的亲友接触 也不会要求他们 透过汇款或转账到银行物口 支付保释金 被拘捕的人士 有权权律师或亲自做安排 一般公众如何避免受骗? 联署有什么建议? 首先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轻易多遇 骗图的圈套 如果遇到以上的情况 应向身处当地的 集法机构举报 并停止再支付任何款项 各位 也不要轻易将个人计料 向外人透露 那如果有市民真的遇到 有人自称是联署人员 又有怀疑的话 他们可以怎么办? 联署对有人 假冒联署人员 事件非常关注 联署一定会依法调查 联署公署条例定名 冒充联署人员 或伪称具有联署人员权利的人士 是违法的 一经定罪 可处罚款2万元 即监禁一年 如果 接获有人声称联署人员 而你对他的身份 有所怀疑 请立刻 致电联署公署 举报月圣 852 25 266 36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